欢迎锁定这一节的Focus世界新闻 我是叶佳荣 我们先来关注中东方面的局势 是以色列在周一空袭了伊朗 驻叙利亚的领事馆 造成7个人死亡 当中还包括伊朗圣城部队的高级指挥官 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就回应 他们绝对会展开反击 守恢巴勒斯坦旗帜 在狂烧以色列和美国国旗 伊朗示威者怒火中烧 高喊复仇 因为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首都达马士哥 轰炸的地点就在伊朗领事馆 建筑瓦砾散落一地 连附近汽车几乎全遭殃 这场以色列的空袭造成多人死亡 其中确认还包括伊朗圣城部队的高级指挥官 伊朗大使直接扬言一定会报复 复活节之际 以色列动手动到美国第一国家伊朗身上 白宫回应相对保守 中东情势越来越紧张 以色列军队在加萨持续行动 尽管一号部队撤出西法医院 结束两周的围困行动 但留下的景象却是惨不忍睹 可以看到医院内部都是烧焦痕迹和早炸毁的病床 病患满满无奈和恐惧 医院外则全是建筑物残骸 从空拍图来看 医院被炸前后对比惊人 乙军也为这次的医院行动做出了总结 另外还有900名哈马斯分子 遭到逮捕 只是乙军也公布 从去年冲突以来 军队已经死了多达600人 显示这场战火 以色列也付出了不少代价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美国是否要考虑继续来援助以色列呢 因为传出拜登政府打算提供以色列 价值180亿美元的武器 这当中是包括超过50架的F-15战机 还有事后的维护跟人员培训等等 额外的支援服务 这笔军售将会成为去年10月7号 以巴冲突以来 美国对以色列规模最大的军售 而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在上周到华府去访问 也要求美方要尽快交付军机 而且向美方强调 以色列在中东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性 另外美国政府跟国会 已经针对F-15的军售案进行审议 而以巴冲突走到目前这个阶段 以色列人民对总理纳坦雅胡的耐心是消磨殆尽 就发起了反政府抗议 过去一向很支持纳坦雅胡政权的极端正统派男性 以前是可以免除兵役 甚至领取社服补助金的 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哗然 所以现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就颁布了一项命令 从4月份开始禁止政府再向他们发放补助金 加萨中部戴尔巴拉赫 阿克萨医院附近避难的民众们惊慌奔逃 每多久满脸是血的伤者就被抬出来 但医院已停摆无法救治他 3月31日以军这场空袭 造成至少4死17伤 英国广播公司BBC证实 其中包括他们的约屏摄影师和记者 世卫组织工作队也募集空袭 表示有工作人员失踪 以军声称的精准打击屡屡让人不敢相信 复活节这个周末 针对加萨地区近80次空袭 保守估计杀死超过77人 完全无视国际法中不得攻击医院的规定 3月30日 以军还针对围攻两周的西法医院攻坚协洗 摧毁医院大楼并杀死数十人 血战不断 但真的有效吗 仗打了半年 还有至少130名以色列人制 没回家 其中30多人可能已经死了 CNN记者的连线几乎要被以色列民众愤怒抗议声打断 折磨在以色列台拉维夫与耶路撒冷 两大城爆发上万人反政府示威 高速公路被堵 警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扭打 还试图用水柱驱散群众 התנהלות נתניהו בנושא החטופים היא בלתי נתפסת היא פשע ולכן לא נותרה לנו ברירה אלא לומר ראש הממשלה נתניהו אחרי שהפקרת את בני משפחותינו בשבעה באוקטובר ואחרי 176 ימים שבהם לא הבאת העסקה ומכיוון שאתה עושה כל הזמן בתרפוד עסקה היוונו שאתה המחשו להעסקה there are messages that it's fine to hold election and to this government to go 尽管三月中 以色列军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已经已有 250人阵亡 נתניהו本人依然撼ג民意 在电视眼说中重申 他的逻辑 以战止战 才能彻底摧毁哈מאס 以色列士兵在战场上卖命 נתניהו本人 3月31日 进医院保养身体 结果渐渐又发现善气 以色列官方表示 נתניהו在当地时间 3月31日 全身麻醉接受手术 这是他2013年以来 第二次罹患善气 入院的时机唯妙 是以色列法院要求他颁布新法 排除部分人士 免兵役特权的期限 截止前一日 נתניהו 在耶路撒冷的城中城 米亚西里姆 反政府抗议民众 与聚聚在此的 以色列极端正常派犹太教徒 发生冲突 因为这些战人 扣10%的哈雷迪 都不用上战场 但现实中去战场送死的 偏偏绝对轮不到这些人 以色列极端正统派民众 向来是个特异存在 男性戴着黑色高帽 不用上学 聚用网路 也不工作 唯一正式是要去 研读犹太教传统经典 妥拉金 他们不欢迎外人造访 男女奋纪严格 对女性的压迫 则堪比塔利班 女人要工作养家 多数时候不准化妆 也不准避孕 也因此极端正统派民众 生育率 在以色列境内总是最高 不是生产 还能领福利津贴 看在其他以色列民众眼中 这些人的岁月静好 根本就是让其他国民 更加负重前行 但极端正统派民众则自认 前程研读经典 也是保护以色列的一种方式 由于极端正统派政党 力挺纳坦雅胡 现在被民意要求 必须服兵役 即为阁员 以辞职倒戈相逼 而以色列法院则发布 临时命令 禁止政府再向 逸林极端正统派男子 发放补贴金 4月1日起生效 以色列社会分裂 是否影响战局 关键就在这个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以色列国会 也通过了一项法案 给了总理纳坦雅胡 更多权力 让他能够关闭电视台 而根据这项法案 纳坦雅胡可以下令 半岛电视台 在以色列的办公室 停止运作45天 到期之后 可以继续延长到7月底 而目前以色列 有上百名的人职 还在哈马斯的手中 民间是持续要求 政府要先设法救人 而卡达跟哈马斯的高层 一直有密切的联系 所以外界就解读 对于总部 在卡达的半岛电视台 来开刀 很有可能是以色列 要施压卡达 要求哈马斯放人的策略 而现在走到这个阶段 我们还要来关注 是土耳其的周日地方选举 反对党在全国赢得了 十多个市长席次 而执政党的全国得票率 还输给了反对党一个百分点 也是爱尔多安上台 二十多年来最大的选举挫败 摇旗呐喊点烟火庆祝 周日土耳其人民用选票 打脸总统埃尔多安和执政党 让反对党横扫地方选举 尤其是最大城伊斯坦堡 现任市长伊马莫鲁 成功赢得连任 在原本预期五五波的选战中 领先执政党候选人 超过十一个百分点 摇身成为总统埃尔多安的 主要政治对手 主要政治对手 一人的招待 今天就已经成功了 成功了 政府和民主 今天就已经成功了 2019年党选市长的伊马莫鲁 是25年来第一位 非出身执政党 正义发展党的市长 这回再次击败 埃尔多安提名的候选人 他所属的共和人民党 也在土耳其各地大有斩获 首都安卡拉 也由共和党人民党 现任市长亚瓦许连任 且大胜对手超过25个百分点 根据国营党民党 共和党人民党在全国拿下37%的选票 高于执政党的36% 是35年来首次 更是埃尔多安上台20多年来最大选举挫败 这次选举无疑是70岁埃尔多安的人气度考验 他试图从反对派手中夺回五年前输掉的几个关键市长宝座 但显然再次败诊下来 31 Mart 我们不是一个变化 实际上是一个变化 31 Mart 在国家的选择选择 又在国家的选择 又在民主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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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主战场上 阿尔多安的主战场 自然是人口1600万的大城伊斯坦宝 他在那里出身长大 1994年当选市长 从此开启他的政治生涯 这回麦利为党籍候选人助选却惨败 恐代表土耳其分裂的政治格局 将从此出现改变 专家分析指出 尽管阿尔多安 2023年成功连任 也与盟友取得议会多数 但失控的通膨 年率高达67% 利率更升到惊人的50% 再加上伊斯兰选民不满 以及伊斯坦堡 现任市长伊马莫鲁的 吸引力超越党基本盘 都让总统和执政党的表现 比民调还糟 从这一天起 土耳其的政治当红炸子机 无疑就是53岁的伊马莫鲁 他甚至可能成为 2028年总统大选热门人选 过去从事地产 开发的伊马莫鲁2008年进入政治 从政之路其实跟艾尔多安很类似 不过政治上明显分歧 伊马莫鲁曾说 两人的想法基本上相反 艾尔多安领导的是 右翼保守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伊马莫鲁则是来自 世俗主义的政党 这次大选确立了 土耳其反对党的力量 不过许多选民 显然是因为经济惩罚执政党 投票率从去年的87%降到76% 提示问综合报道 而美国在年底要举行总统大选了 不过美国的研究机构 跟政府官员就担心 大陆会透过散布网络上的 不实讯息来影响选举的结果 而几个手法 包括像是伪装成川普的狂热支持者 来宣扬阴谋论 煽动国内分歧 而纽约时报的报道更指出 这一波假账号的操作显示 北京的手法开始有了转变 他们更加锁定攻击特定的候选人跟政党 甚至能现任总统拜登都沦为剑榜 而大陆的经济在去年有不小的挑战 但现在是不是出现回稳的迹象呢 因为上个月的制造业PMI指数 告别了将近半年的萎缩 来到了50.8 等于是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 不过学者说 现在生产过剩跟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是很严峻 这股上升趋势能不能够持续下去 还需要再观察 中国大陆手机大厂小米的第一台电动车 上周四上市后 24小时内就热卖进9万张订单 刚过去的周末 各地专卖店更被赏车民众挤爆 民众赏车体验尽管各不相同 但市场上对这台21.9万人民币起跳的电动车 仍然跃跃欲试 连转卖小米新车的订单 或者优先购买权 最高也能喊价到10万人民币 与小米电动车一样让人充满期待的 还有中国制造业景气的回升 三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昨天公布 其中制造业PMI为50.8% 时隔五个月之后重返扩张区间 中国大陆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制造业PMI 比上个月一口气上升了1.7个百分点 不但高于市场预期 更是去年三月以来的最高点 此外以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中小民企企业 为主要样本覆盖范围的财新制造业PMI 表现同样超出预期达到51.1 创13个月来的新高 显示制造业生产活动明显恢复动能 也成为中国经济回稳的最新迹象 从一厂二厂 扬成三个厂的排产情况 至少都排产到六五月以后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上半年任务非常饱满 这四年来的行事最好的一年 二月春节过后工厂开工率的提升 是当前制造业回升的主力 山东威海这家专门生产空桥等机场装备的企业 产线上的工人就忙个不停 今年以来的话 我们这个外贸出口还是相当火爆的 主要的是我们一些商用的农业机器的出口量 相对于往年来说增大还是比较多的 另一方面外需的反弹 也为景气回升带来了支撑 光是一到二月的出口 以美元计价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 从制造业整体来看 新出口订单指数上升5% 达51.3% 重新回到50融枯线以上的扩张区间 至于涉及内外总体需求的新订单指数 更是上升四个百分点到53% 而非制造业PMI同样提升到53% 连续四个月向上改善 并且创去年7月以来的新高 无论是新订单指数 还是新出口订单指数 都有比较大的回升 非制在业的这种回升向好的趋势 也在进一步的增强 尤其是生产性的批发业 还有邮政仓储业等等 都处在一个50%以上的高位运行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制造业和非制在业之间的 这种相互联动 将推动中国的经济 进一步的回升向好 然而去年9月 大陆官方PMI也曾相隔5个月 终于回到荣枯线上 最终却只是昙花一现 此外过去24个月 官方公布的PMI 仅有8个月是处在扩张区间 与此前两年 PMI几乎长期处在荣枯线以上 有明显不同 学者坦言中国经济 仍然面临生产过剩 与需求不足等问题 这也让PMI的回升趋势 能否持续更存悬念 从目前来看了 宏观经济总量 供大欲求的这个问题 需求不足这个问题 还是非常突出的 由于对未来经济发展存在担忧 企业在聘雇政策上 就采取更谨慎的态度 这不仅反映在制造业PMI中 涉及雇佣动向的从业人员指数 只有48.1% 继续留在50以下的收缩区间 另一方面 企业之间更兴起 共享员工的趋势 尤其是科技类或机械类公司 在高阶工程师或设计师职位上 偏好以短情的约聘 或任务型约聘 取代固定劳务契约 以便节省5%到10%的人力成本 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创业公司 总共人数也就500多不到600 共享员工是不到100人 对但是对公司来说 也是节约了非常多的成本 至于对这些接受共享的员工来说 不需要被困在同一间办公室内 时间上更有弹性 而且收入也相对更高 共享工程师 可以同时来承接 很多家公司的项目交付的过程管理 那我同时在做的项目量的话 能到六七个到七八个左右 那当然现在的整体的收入来讲 比之前大概能上升40%到50%左右 然而这种共享员工模式 却也可能进一步压缩比较低阶 或者不需要经验的工作机会 对当前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 以及踏出校园后难找工作的毕业生来说 恐怕都不是福音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其实在全球的汽车市场上 现在大陆制造的产品是越来越强势了 像今年前两个月 录制汽车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已经超过了30%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陈允文 好大年来看到 这是中国大陆的政府呢 大力扶植他们发展电动车的行业 也因此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也都大举的外销了 我们居然看到 这是官方引述的这个数据指出呢 今年的二月份 虽然有着因为春节的因素 以及这个优惠的政策退场之后的一些干扰 让这个中国制造的汽车 在世界的汽车销量上 是达到了598万辆 但是年减幅度达7% 那季减幅度达10% 而且比起2018年的二月 还稍稍低了10% 处在历年的比较属于中卫的一个水准 不过来看到是一到二月加总起来 就是说今年的前两个月加起来呢 这个汽车的销量 是达到1265万辆 年增幅3% 而且中国的车商 在这个全球的市占率 目前这两个月是冲到了32% 因此来看到这个中国的乘用车市场讯息 连席会的秘书长就指出说 今年的一到二月呢 全球的车市都是比较平稳的 但是中国呢这个二月份的春节因素影响之下 下滑的幅度比较大 那再回顾一下这个2016年到2018年 中国汽车的市占呢 是占比达到30% 然后2019年是有下降了三成 降到了这个三成以下 那2020年跟2021年又回到了32% 以及呢前年这个2022年是攀升到了33% 那去年是维持在了34% 都是蛮不错的表现 而今年的前两个月就达到了32% 那今年的北美洲跟欧洲的市占率又全面回升 南半球市场呢是走势比较偏弱的 因此整体来说 他认为中国大陆的这个汽车在全球的销售 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大陆为了要刺激观光 之前是寄出了免签的措施 而这也让外国游客到大陆去使用支付宝的比例 是直线上升 当中最爱用的国家就是南韩了 更多分析 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运文 好确实来看到 这是中国大陆在新冠疫情解封之后 注意到一个很严重的状况 就是外国旅客大幅的下滑 那这一来是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改变之外 二来就是这个支付系统非常的不方便 对于中国人来说很方便 但对外国旅客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呢从去年开始呢 中国的官方就不断的推出政策 要来改善这个支付隔阂 就是让中国大陆的支付平台呢 可以使用这个国际信用卡 那么就能看到是现在这个平台之一的支付宝 就宣布了他们的成绩 在今年三月份呢 境外游客透过支付宝在中国国内累积的这个交易金额是有年成长将近10倍 以及这个交易的比数呢年成长幅度是将近8倍 还有活药的用户数年成长的幅度是将近6倍的 当然这是比起去年比较低的基期 所以今年看起来成长幅度非常的多 那再来看到的是呢 就是透过这样绑定国际的信用卡 他们称之为是外卡内包的一个模式 那这样的模式使用的外国旅客呢 一共是来自了将近有200多个国家跟地区 而当中最多的就是来自南韩了 那其次呢 包含的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日本、泰国、德国、澳洲、英国跟印尼等 这些一共是主要的前10大来源国家 另外再看到是支付宝也提到另外一种模式 叫做呢外包内用的方案 也就是他们有支援了 就其他一共有7个国家地区 那多达10个境外钱包的方式 支援这些系统 让他们可以在中国大陆直接来使用 那这包含呢 是支援了马来西亚、南韩、新加坡跟泰国的 他们的境外钱包 可以直接在中国大陆扫这个QR Code之后就能够使用了 所以统计下来 在这个东南亚跟东亚国家的 这个一共有超过1.75亿个境外钱包的用户 可以在中国大陆直接扫QR Code来进行消费 另外再看到是先前这个中国大陆的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呢也有宣布就是说 外籍来华人员的支付指南 除了说这个行动支付之外 也包含了现金不能够拒收现金 还有就是数位人民币以及这个信用卡 不过能看到是信用卡方面 其实多数的地方只能用中国他们的这个银联卡 基本上国际信用卡Visa Mr.Con呢在使用的环境当中 还是蛮受到限制的 好我们谢谢韵文 而刚刚我们看到是大陆的车市 而在大陆的电动车龙头那就是比亚迪了 上前总统马英九的大陆行第二天 也特别造访了比亚迪在深圳的总部 却参观了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 甚至还坐上比亚迪的新车来体验 前总统马英九亲自坐上比亚迪最新车款 好奇的东瞧瞧西看看 还顺便询问价格 马英九对岸行第二天 参访大陆电动车龙头比亚迪总部 由国台办主任宋涛 比亚迪副总裁王杰全程陪同 比亚迪去年第四季 交车数量超车特斯拉 至于市值大约630亿美元 还看不到特斯拉6000亿美金的车尾灯 不过比亚迪已卖到全球78个国家 被欧美车企视为最具威胁性的竞争对手 在我后方这条马路被命名为是比亚迪路 以及这座建物就是比亚迪的全球总部 看得出来它的围墙非常的高 而且若从空中俯瞰的话 呈现的是一个六角大厦的形状 因此也号称他们戒备森严程度 部署给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 马英九参访大陆重量级企业 有助于缓解两岸紧张气氛 不过29号 金门二丹岛才出现大陆人士 以无人机空拍二丹守备队 执行运捕卸载的画面 马英九又在会见宋涛时 在韩九二共事反台独 让民进党立委谴责 马英九参访的大疆跟腾讯 都被美国列为不受欢迎企业 这次出访被当成统战工具 对台湾也没有积极正面的外交作用 我认为中国其实是在设定一些框架跟议题 让马前总统直接走入这个框架 而透过这个框架散发出的讯息 给国际社会都是对我国会有负面的影响 马英九办公室回应 说西方会有错误解读非常离谱 台湾年轻人不可能接受这种 要把台湾闭锁固步自封的做法 TVB新闻朱光宏陈韵文在深圳的采访报道 再来看是大陆江西省南昌市的天气 非常的古怪 在上个月底突然出现了狂风暴雨 造成了四人死亡 还有十多个人受伤 当中有一个社区 有住在11楼跟20楼的住户 是在睡梦中被强风给吹下楼 当场身亡 蓝色小货车被狂风推着跑 户外能移动的物品全部东倒西歪 还有死命抱着棚架的男子被吹上了天 江西省南昌市出现恐怖强对流天气 有一处社区共三名住户 竟然在睡梦中被吹下楼不幸身亡 门床直理破碎 就连床垫也无影无踪 家住11楼的万先生 跟老婆分房睡逃过一劫 另外一户住20楼的徐先生 则是64岁的老母亲 跟11岁的儿子被吹下楼 从此天人永隔 专家研判30号到31号 当地出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雨 受高层建筑侠管效应影响 风力变得更强 导致南昌市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 第二大风速 部分地区带有短时强降雨 雷暴大风的强度有天气 有一战几大风速超过12 即使出现在凌晨4点 但是5点3秒米 还有这区住户 老伯伯因为想关窗 刚好被飞来的砖头砸个阵着 春季冷空气仍然活跃 那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呢 遇上大局北上 也开始逐渐活跃的暖湿气流 就容易激发出大规模的对流性降雨 2号凌晨 江西省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 雷电橙色预警信号 预计12个小时内 南昌仍有强雷电 强降雨 雷暴大风 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提醒民众小心防范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美国巴尔地摩的凯伊桥 在上个星期被货轮给撞断 目前还有四名落海工人 遗体还没有被巡获 不过有幸运的生还者回应 他当时在断桥前的几分钟 开车过桥 跟死神擦身而过 将近一个礼拜的努力 美国巴尔地摩断桥现场 终于抢通三公尺深的临时水道 让舶船进出 美国第九大的巴尔地摩港 美东供应链危机有望 松一口气 但后续新场才刚开始 撞上凯伊桥的货轮 达利号还在原处 光是移除第一块 重达两百吨的钢梁 就得花上十个钟头 还出动美东最大的 起重舶船来协助 无法评估何时能完全抢通 不幸中也有大幸 断桥之前一名驾驶 跟死神擦肩而过 证明在最后一刻 惊险过桥的驾驶说 当下根本没有发现异状 过桥之后才惊觉 鬼门关前走一回 然而落海失踪的六名工人 就没有这么幸运 目前只寻获两具遗体 另外四人推定死亡 目前当地的水路交通 还没有恢复秩序 还有本来要停靠 巴尔地摩港的邮轮 船上两千人 临时改到其他港口下船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 本周五会到巴尔地摩现场 勘灾 就怕重建拖太久 会影响总统大选选情 东北亚的区域安全 现在北韩又有新动作 他们在周二上午发射了一枚弹道飞弹 而飞弹在飞行大约650多公里之后 是落在日本专属的经济海域 而这已经是三月中以来 北韩第三度发射弹道飞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说 北韩的行为不单单只是影响到日本 也冲击到了国际社会情势 日本将会跟美国还有南韩 来共同合作 确保民众的安全 与台湾的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 在今天有重大的进展 北市府在稍早宣布 之前采集的环境跟生物激症 像是刀具、砧板跟工作人员的手部 都呈现了米酵菌酸的阳性反应 目前我们所送宴的相关激症 有呈现阳性的反应 有发现米酵菌酸 也即刻的将检验结果 告知检方以及警察局 环境生物激症验出米酵菌酸 北市府临时将记者会提早到早上 因为保龄食物中毒案有最新进展 刀、砧板还有厨师的手部 裁剪呈现阳性反应 调查员第一线所采集到的手部样本 竟然验出了所谓的毒素的存在 这是很实际的证据 卫生局进一步说明 就在厨师手部 确定验到米酵菌酸 但能否判断食物污染 以及源头何来 还不敢定案 至于细节 我们都配合检方的侦办 后续因果关系 以及责任的归属 在这件事情上面 保龄疫的责任 跑不掉 能确定的是食物中毒 就跟保龄A13店有关 一次法务局也会在 和新安东京和国泰 确认理赔责任 有关于医疗费的部分 刚刚讲到的相关的医疗费用 我们也会看看 可不可以在 有相关激震的前提底下 让保险公司这边 用什么样的程序 让家属 可以得到减缓跟负担 虽然现在台北市 已经掌握了证据 不过有市议员认为 北市府的鸡茶过程当中 是有疏失的 在3月24号 释发第一时间 去A13的保龄茶室 没有茶扣全部的食材 也错失了追踪的机会 3月24号 我们接获新北市开案的通知之后 当天下午就到A13保龄 现场去鸡茶 保龄案发当天 台北市卫生局 的确有去鸡茶 还提供照片 直至现在被北市议员 简淑赔执疑 24号当天 没有把食材带回 错失了追踪机会 后续中央带队茶叶 扣的食材 全部都检验 无毒素 怒批蒋市府 慢了好多拍 我们到现场 就即刻采取 环境及生物激震 摊开时间线 24号通报后 北市卫生局 鸡茶未扣食材 隔一天 二度鸡茶一样没扣 26号带回35件食材 米酵菌酸检测都是阴气 被质疑 问题食材早就被销毁 食药署的相关的规定里面 并没有规定 要把所有的食材 全部扣走 那如果 未来通过办法 要全部 非食鱼食材 全部扣走的话 我想我们在 量能上 我们人力上 我想市长也会支持 我们在扩边 我们的人力 食物中毒的通报上 立刻就把所有的 店的食材 通通扣走 不管它是 食鱼食材 或者不是食鱼食材 我想未来 我们可以来跟中央合作 跟大家 专家学者来检讨 看是不是要修改办法 卫生局隔空开轰议员 鸡茶当下一切按照 食药署规定 但环境采样 一样有作 只是现在 食材上 全部没验出问题 难道真会 成了悬案 26号去收集的 这些果粉 是都没有验出来 所以判断起来 可能是 这个已经用完的 那些果粉 除了要查出保龄案 到底哪里出现毒素外 相关的行政责任归属 看来各方人在 私下角力 这位数人董欧俊 中嘉南专海域 SN小组 台北上半岛 而目前这起案件 最新的进展 是北荣正在协助 机关署来检验检体 而标准品也已经到货了 最新的状况 立刻交给记者张慧贤 保龄茶市食品中毒案 最新进展 是在厨师首部 样本 验出了米酵菌酸的阳性 有医师就建议 食药署在未来 食品机茶检验时 可以考虑把米酵菌酸 列为常规检验 或是针对特定产品的 必要检验项目 而食药署 台大医院和北荣 也分别采购了 米酵菌酸的标准品 北荣 目前正在协助疾管署 来检验检体 标准品在周一已经到货了 可以再针对检体 做进一步详细的检验 希望尽快来厘清案情 AI人工智慧机器人 在全世界大行其道 而掀起这波热潮的OpenAI 就宣布 要免费开放ChatGPT 给大众来使用 而在2022年底 ChatGPT刚刚推出的时候 用户必须要注册账号才能够使用 不过OpenAI现在决定开放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使用者体验 而同样提供AI互动服务的 微软Copilot 则是被用户投诉 表现不如ChatGPT 不过内部分析认为 问题可能出在指令不够清楚 导致Copilot无法正确理解 也才会无法精准的回应 日本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几年前就开始向外国人才招手 而今年更是把招募上限 拉高到80万人 还新增了汽车运输业 跟铁路这四个领域 所以未来公车跟计程车驾驶 只要具备足够的沟通能力 就可以获得居留权 即将到日本法治大学 就读研究所的张同学 有意愿毕业后直接在日本就职 为什么现在赴日的台湾留学生 十个当中就有八个想要留在日本 很大一部分是日本 现在对外国人的就业机会 越来越多 然后对台湾人而言 日本的生活环境 还有地理位置 其实都是比较可以接受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海外工作的话 日本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有吸引力的选项 我希望就是可以在 企业商社上班 做一些可能海外业务的工作 我国每年有超过 1.2万名台湾青年 直奔日本工作 尤其台湾日文系多 一年有高达1.6万人就读 在当地少子化下 充沛的日语人才 大大弥补日本人力缺口 现在日文系的同学来讲 在台湾工作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 就是在台湾做 比如说翻译 或者是跟日文相关的业务工作 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 就算没有在日本生活过 直接去日本工作 也是一个非常可行的选择 根据日本智库估算 到2030年 日本缺工人数将扩增至644万人 在剩下不到6年的时间 如何透过政策 补足劳动力短缺问题 成日本政府近年来一大挑战 现在不止台湾缺工 日本也缺工严重 因此日本政府就计划 从今年开始的5年内 扩大招募 拥有特定技能的外国劳工 人数上限至80万人 自2019年 日本政府推出特定技能签证 不需要特定学历或实务经验 就能赴日本从事劳动工作 特定技能一号 共12个领域14种行业 包括餐饮旅宿业 看护农鱼业和航空业等等 可在日本工作5年 若通过后续考试 取得特定技能2号资格 便能带家人到日本定居 而日本政府在今年2月 更将铁路 林业木材 汽车运输4个产业纳入 也就是未来 公车计程车司机 只要具备足够的沟通能力 就可以获取居留权 对于蓝领阶级的算是 进到日本工作的门槛 大幅放宽 过去以来只限定了部分 日本传统依赖的这些劳动力 现在把这些劳动力 扩大到服务业 或者其他他们现在必须的离 比如说驾驶 然后日本现在的少子化 然后使得他们的物流 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大量希望能够引进来自于其他国家的 蓝领阶级 能够在短期之内训练之后 担任他们的一些驾驶 因为年轻人不想去当计程车司机 但是因为光光 他们光光就超多人现在进去了 招不到员工 他们不得不把一些人才的计划 拖到海外过来 目前其实是蛮顺利在讨论的 但是有另一派的人 他们比较担忧的是 交通法规的问题 安全上的问题 他们会有一些疑虑 所以现在是在解决像这样子的问题 日本后生劳动省统计 截至去年10月 在日本的外国劳工大约有200万人 更推算到2100年 外国人的人口占比将达到日本人口的一成 李世辉强调 随着日本移民政策逐步松绑 实际上日本已经成为接纳外国移民的国家 日本的移民政策正在逐渐的松绑 是希望能够让日本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移民的社会 那这样的一个能够接受移民的社会 一个多元化社会 其实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来讲是有必要的 台湾也必须要关注到其他国家的一些移工政策 或是其他国家的一些签证的规定 然后让台湾成为一个珍贵的劳动力支援愿意来的地方 日本大幅放宽人才政策 台湾未来会不会更没竞争力 政府必须正视人才外流危机 劳动力越来越珍贵 全球进入抢人才大战 TVBS新闻 黄关伟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三月份开始荷兰就进入了郁金香的花季 而今年的花田里面出现了不少的AI机器人来巡视 来照顾郁金香的健康 而这种AI自主巡逻的能力 也能导入警察的作业来取缔道路违规 无法像真狗一样温情的陪伴 但这台顶着一颗警示灯 最新研发出来的机器狗 有其他使命和任务在身 就在最近 这台黑绿相间的机器狗 首次现身西班牙南部马拉加巡逻街头 引来大批民众围观 由当地马拉加大学研究团队 花了两年时间研发设计 目的是要协助警方取缔交通违规 例如在静止的区域内 发现有电动平衡车出没 尽管目前是以远端操控 最终目标还是会交由AI自主管理 而想法一致 用科技来提升执法效率的 还有美国费尔法克斯郡的警方 身为华盛顿特区最大的行政区 当地警方也在执法的装备中导入AI 就用在警方随身佩戴的密录器 让这最新工具能自动过滤和分析影片 成为纽约市和西雅图之外 最新使用AI科技的警察部门 开发出这项技术的芝加哥新创指出 主要目的是要监控执法旗舰的问题行为 此外还能为远景的专业度打分数 同样运用AI的还有荷兰知名的郁金香花田 但这台庞大机器人的工作不是栽种或灌溉 而是要检查每一朵郁金香是否健康 随着郁金香花季从三月中寻展开 也最让花农害怕 在这天气变暖准备迎接盛开旺季之前 又病毒在花田里扩散 一旦被病毒感染 除了会使郁金香开得更小更脆弱 它会殃及花朵的囚根导致开不了花 让花农决定出动这台如坦克这般 靠着履带行进的机器人来解决 它正以每小时一公里的速度巡视花田 每一朵郁金香都不放过 依天气状况不同 它每天平均可巡视1.5公顷的田地 开发出机器人的新创表示 除了内建的AI技术能辨识出郁金香是否生病 还搭配精确度极高的GPS 进而揪出必须被销毁的花朵 花农引进这台高科技的疾病寻找者后 省去徒手摘除了劳力并大大提升效率 但要价也不菲 一台18万5000欧元和台币约625万元 不让美丽的郁金香被病毒摧残 目前全荷兰已经有45台AI机器人 在花田巡逻 预计明年春季之前还会增加到73台 TVS又能够吧